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又发生了一起恶性袭击事件 该校一名来自中国的博士生 在校园附近 遭到五名年轻男子的群殴 受害者可以说是被打得头破血流 体无完肤 事后 这名学生在微博上发布了本件事情的经过 后被多家主流媒体关注转载 警方也在其后 抓捕了相关的嫌疑人 但最终却给出了出人意料的断案结果 据报道 这名26岁的中国博士生 就读于威斯康星州大学麦迪逊分校 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 目前是他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五年 他表示 6月14号晚上 自己沿着大学大道朝处处走去 此时五名身材高大的青少年突然围了上来 其中一个身穿黑色衣服的人 突然一拳打在他的左脸上 然后他被身后的人推倒在地 紧接着又是一顿拳大脚踢 受害者称 当他被袭击后自己站起来时 发现眼睛被打掉 头已经拔木了 被打到什么也看不见了 受害者在帖子中描述到 在最初的20秒内 他感到非常的茫然 直到被周围的人发现 听到有女孩大喊大叫 他才意识到应该呼救 然后自己前后进行了两次呼救 人群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 但此时这群袭击者已经逃跑了 随后在对面聚会的一群目击者帮助受害者坐下 并且为其报警 现场还有人递给受害者纸巾和水 为其稳定情绪 另外还有人帮他拍照留下证据 随后可能是一名医科学生 检查了受害者的伤势 确保他依旧神智清醒 大约5到10分钟后 警察抵达现场 并对受害者和路人询问情况 受害者说 整个袭击持续的时间不超过40秒 攻击我的人 有白人也有非裔 他们都穿着非常得体 受害者告诉警报 这群人没有对他实施抢劫 也没有和他说过任何的话 这可以证明不是处于抢劫为目的的事件 这次袭击 导致该学生耳朵流血 头上有多处受伤 受害者说 他们只是那些在某些意识形态 丑恨文化下 失去了基本理性和常识的人 社会和教育的有限资源 几乎决定了不可能把每个人 都培养成有常识的正派的人 今晚轮到我了 我很庆幸是我遇到了这样的事 而不是别人 因为至少我还能挨几圈 这位同学表示 他被袭击的地点 就在一家商店的鞋对面 几乎就在商店的监控摄像头 正下方遭到了袭击 6月16号 威斯康英大学麦迪逊分校 针对该事件发布了公告 表示学校已经知晓了 这起恶性攻击事件 目前校方正在与警方合作 搜集更多的细节 事件发生后 该校的学生们也组织了 Stop Asian Hate抗议活动 学生们自发创建了一份 致大学行政部门的信 和一份公开请愿书 呼吁改变这种恶劣的环境 该网站目标是收集到 2500个签名 截至小编发稿时 签名者已经达到了 2300多人 尽管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一起有目的性 带有种族歧视的袭击行为 但当地警方在17号晚 发布了袭击者的监控照片 他们认为 这起事件是随机的 而不是出于种族动机 在警方这条公告下面 很多网友不能理解 为何还没有进行调查 就可以轻易地认为 这起随机攻击 不是出于种族原因 比如有人写道 当你甚至不知道 那些攻击者的身份时 你怎么知道 这不是出于种族动机呢 随着质疑声的增加 警方又不得不分享了 额外的信息 大概就是因为过去两周内 这是市区发生了第三次类似事件 先前的调查表明 这些攻击似乎本质上是随机的 所以警他们认为 同一群人可能对这些袭击负责 同时学校的网站上也确有描述 大概就是另外两起事件 不涉及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的学生 受害者来自不同的背景 调查显示 这些都是随机攻击 所以麦迪逊警方认为 同一群人对所有三起事件负责 此事发生后 威斯康星大学 麦迪逊分校提醒学生 学生应该尽量避免单独散步 跑步或骑行 尤其是在夜间 如果没有人陪伴 可以选择搭乘公交车等方式 如果必须独自行走 建议走熟悉的区域 并时刻警惕周围的环境 如果感到不安全 应及时报警 其实这条提醒 不仅仅是给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 而是应该给所有在美读书的 广大留学生群体们 小心使得万年船 在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 更要兼顾好自身的生命安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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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